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解脱放下 任何一个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人 就是对别人不负责 爱护好自己就是爱护众生 人生烦恼减不断 懒得做事也要干 放下贪欲求平安 五欲六尘冷眼看 解脱烦恼求平安 只有放下才能解脱 什么叫解脱 想通了就是解脱 什么叫放下 不去想了就叫放下 人有智慧 就会产生庄严 大家会尊重你 所以智慧 比任何你拥有的物质更重要 师父曾经跟大家说过 要自主烦恼 就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烦恼 没有智慧 你会被烦恼所控制 有了智慧 你才能控制烦恼 什么叫神通 神就是精神 通就是想通 一个人精神上想通 他就有神通 能够脱离烦恼的人 他就是有神通 放下了名利 脱离了烦恼 远离了无名 拥有了般若 一定要用正能量 来战胜自己内心的私欲 你就会拥有 似无量心 远离极恨 修清静 离苦得乐 初离心 杂念业障 消干净 念佛常怀 慈悲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